这是一台搭载i7 1470K和4070Ti Super的电脑主机 而这是明基全新的游戏旗舰投影X3100 把它俩放一起 虽然还没看完 但我脑子里已经能想象这画面有多美丽了 在去年我又体验过明基X3000 这次的X3100作为升级款 提升了更多对暗部细节的优化 同时还推出了2K 120Hz模式 这种新的画面处理方式 可以同时享受更高帧率和更清晰的游戏贴 这听着 似乎对渾系玩家和FPS玩家很友好啊 在我的认识里 明基只是色种的代名词 对投影画面的调教十分优秀 不知道这次这台专门针对游戏的投影 是不是也可以保持这一贯的水准呢 好了 话不多说 一起来看看吧 实验室的硬件参数 啊但我不太喜欢念这个 所以这里就放张图 大家自己看看吧 重点需要关注的游以下几点 一个是在3300 ISO流明下 投影色彩似乎依然能保持高水准 2个是0.65寸的DMD芯片 究竟比0.47寸的常规芯片提升了多少画质 三个是暗部细节提升 这个提升到底不大 那为了验证 这里当然就直接上游戏开玩了 作为游戏投影 明基为不同游戏类型 提供了四种游玩模式 分别为RPG FPS SPG RCG 四种 这里我会使用100寸普通木布 非看光布来展示效果 先来看RPG模式 识别分辨率光追全拉最高 在乌兹山里骑着萝卜 驰骑尘围轮大路 这帝眼给人的感觉就俩字 卧槽 这年轻人 画面是真的好看 又亮又鲜艳 这种鲜艳不是那种人工干预 强拉饱活度的艳 而是那种很自然的色彩呈现 明基在色彩上还真是从然失望 而且这个亮度 投到100寸木布似乎都有些驱才了 应该要投到150寸以上 才能发挥它的安全体势力 0.65寸DMD芯片 和0.47寸芯片 最大区别就在画面细节上 这里我暂停一下 你可以仔细观察画面上的人物细节 环境草木这些 服饰纹路甚至头发生 都能清晰可见 如果这还不能体验细节 还可以看看文字 投影效果只要稍微差一点 像这种文字细节就糊掉了 X3100的RPG模式 可以最大程度还原色彩 并增强游戏环境音效 让游戏沉浸感更强 这画面看起来怎么样 我觉得还原度很顶啊 513这游戏 我虽然已经通关多时 但陷入境在这大屏幕上玩起来 那感觉也确实还是不太一样 接下来看第二种游戏模式 FPS模式 可提高游戏暗部细节 这里我选择的是 赛博朋克2077 依然是4K光锤画质拉满 相比513 这游戏在色彩层上 就要丰富得多了 并且FPS模式给人感觉 比RPG模式更亮 显示在五光石色的叶子层 在显示器上 我是无名小猪 但在100寸剧目上 那就是最亮的窄 当然 我说的是暗部细节的亮 这里当你一进入酒吧 就会瞬间感觉到 吧台上的各种人物 配合光线锥中带来的光污染 再呈现到这剧目上 奈何本美文化 一句卧槽 行天下 这是LED光源带来的视觉感受 确实猛 即使是如此呼唤的场景 当我晃动视角 画面依然没有脱颖 并且固定镜头后 画面看着很纯净 很通透 给人的观感很好 在Dynamic Black技术的加持下 玩家现在可以在设置里 细致的调节 画面暗部细节 以前在夜色里注意不到的东西 现在也能看清了 对于喜欢打枪的玩家 X3100这次还在投影的系统层面 给只能一个转型 呵呵 这设计很机智啊 X3100可以做到版本的P3色域覆盖 加上明镜的热认调教 这在这种夜间 用极红灯的场景下 就显得非常舒服了 60万比1的超高动态对比度 和夜之城的夜景 真特别配 暗部细节这块 X3100确实强 接着是SPG模式 这个模式提供了更强的看光能力 是要开灯 或白天不拿窗帘油玩 以老头换为例 作为周知 魂系游戏的画面一般都会比较昏暗 这又是白天又是昏暗场景 X3100的表现居然还挺不错 在白天开灯的情况下 你可以看到有些画面依然清晰可见 并不会因为环境光太亮而受到太大影响 阿灯 画面再好也救不了技术菜就是了 这该受苦还得受苦 明镜X3100这次亮度来到3300 ISO 6mm 比X3000还高300 所以在白天才能有这样的画质表现 另外X3100还支持无损画面调节 只需要扭动这个旋钮 就能轻松调节画面高度 1.3倍光学变焦也非常实用 最后一个模式是RCG 这个模式的特点在于强化感官刺激 说人话就是玩赛车游戏用的 这里当然还是以级眼镜数地平线来做一件事 在赛车高速移动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整个画面 并没有因为动态模糊效果而产生撕裂 也没有因为场景变化快而产生脱颖 让画面糊掉 赛车的轮廓观感十分清晰 4毫秒的延迟还真就得靠这种游戏才体验得到 如果你觉得这还不够湿滑 那么还可以把画面切换到2K120帧 啊 帧数翻倍 快乐也翻倍 滴滴线系列作为看风景神座 配合这样的画面尺寸和色彩表现 我觉得用星矿神异这四个自带系统就十分贴切 年龄越大 开车越怂 但这游戏世界里 地盘有汉死就玩事了 要的就是刺激 另外 前面都光说画质去了 其实X3100它是自带影响的 并且音质调教也不赖 这里我可以放一段你们感受一下 明基X3100作为X3000升级产品 我觉得它在亮度 游戏画面的优化上是十分优秀的 在暗部细节上的表现也十分亮眼 四种针对不同场景的游戏模式 也为专业玩家提供了更优秀的体验 啊 深更游戏场景 X3100这款投影产品力还是很强的 对于我来说 明基的产品有几点我特别喜欢 一个是色彩表现 主传的Cinematic Color的确好吃 二个是纯光学层面的画面调节 包括1.3倍的光学变焦 还有20%的垂直镜头位移调整 这些都可以在不损失画质的情况下来完成 三个是它不带系统 啊 你们应该知道 那些自带安卓系统的机器满屏广告用起来有多烦 对于主机玩家 或是拥有顶配PC的游戏玩家 这种能极差极用的投影 显然更实在一点 信号直通不经过系统 延迟表现也会更好 游戏玩家的快乐是什么 当然就是爽啊 看得爽 玩得爽 听得爽 设备好使用者爽 我觉得用一块剧目来打游戏 是真能很好的诠释这种爽快感 唉 不说了 这俩约的电子XXX就看他自了 那好吧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孟老师 我们下期视频见